今天的工作没做完 去加班吧 不爽也请憋回去 猪头 我看你最近又胖了 去加回班吧 就当减肥了 你知道公司没有加班餐的原因了吧 就是怕你反弹 大胡子 老板 你天天加班 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但是你一天到晚 出不了活 天天装模作样的 累不累啊 累 哦 他俩要是偷懒 记得给我汇报 哦啦 少马途 别干活了 啊 我要加回班 加班扣齿 你给我过来 好啊 你还在加班 他曾经让老板说咱俩不爱加班 我一天不加班就浑身难受 自从我加了班 腿脚也好了 眼睛也不花了 我爱加班 嘿嘿 加班哪爱我 嘿 你看你的发际线 都推到后脑勺了 别加班了 咱们溜出去玩吧 我看行 骂了个 人呐 完了 被老板发现了 你可千万别出门我俩 放轻 我心里有逼数 谁说加班可耻来着 我没说 我不知道 我没看见 嘿嘿 嘿嘿 你还好意思笑 工作没做完就想下班 怎么着 我下班时间到了 我想笑就笑 想乐就乐 嘿嘿嘿 让你们加班 还不是想锻炼一下大家的能力 年轻人苦点累点算什么 天天加班 连加班费都没有 你给的工资 只能卖八个小时 现在天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谁受得了 当时你应聘的时候 我还特意问你包业上网过吗 你信誓旦旦说自己能连续包两页 精神还杠杠的 怎么加班一宿就受不了了 我可不想加班猝死 天天下班的没事干 是低阶层的表现 在公司加班 才是提升自己最快的途径 再说 我也没要求让你们加班呀 工作没干完 是你的效率低罢了 别老是为了加班而加班 加班可以 你至少让我们心甘情愿 你还想怎么着 想让我们加班成为一种习惯 就请老板也把涨工资 作为一种习惯吧 这个 你们说了不算 更多搞笑视频 搜索虚度8 每周更新